大家好,歡迎回到這個《芒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的下行時間 今節繼續有許留山,還有馬來西亞大馬Sir,馬來勤 我是芒友好 還有鹽田西瓜,珍BC 你好,大家好,隨時珍迪好 好了,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的就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還有,又要點一下小廣告 就是希望大家繼續去這個《曬冷氣》聽一下 有好幾首歌,厲害《芒金曲》 第一首就是《芒友》 原來是國懷絕技,幫社長精心編曲,remix版 另外有好幾首,跟著第二、第三首都下去的 就是《大馬Sir》親自剪輯的《勁芒金曲》 大家聽一下,我想都可能有些很治癒的效果 都不一定的 好了,賣廣告,你們先賣到這裡 好了,我們今節講一下誰呢 明知了,可能講他,大家可能有些芒友 他很悶,可能未必聽,還是怎樣 我們都想講一下 因為我們怎麼都要講一些和時事有關 或者我們看到的,值得分享的 都要,就算跟大家講一下 就不一定要有觀看才講的 還是怎樣的,不一定的 好了,就是講誰呢 就是這個張建宗 他最近又去了一個叫做聯合國人權理事的會議 不過呢,視像發現,當然就飛到過去了 現在都,國際間很少再搞這些,暫時都 應該說,只可以看鍵盤前面搞 等有了疫苗再搞面對面那些 沒錯,沒有辦法呢 就是見最新的那個Apple的產品 都是這個拍片形式 是不是 潮流你的了 潮流了 PS5都是用這些拍片的形式 是的,所以之前搞演唱會 或者一些音樂會維生的人 現在都很嚴重 是不是 昨天我看到這個 我擦開一點點說 這個美國這個 失職業失閣,WWE 都是現場放滿了很多銀幕 他租了那個體育館是沒有人的 只有那些選手在那裏互相打 因為平時是坐滿人的 是是是 擺著那些一個一個銀幕在那裏 很多那些觀眾在現場看著他們 這樣啊 用了銀幕就代替那些真觀眾是嗎 是的 這樣都挺過癮的 我們講一下這個視像發言 張建宗都講出了一番好東西 我們要分享一下 他就說他批評一些國家 對於這個港區國安法 相當值得質疑 又說這個那樣 又說令到香港什麼倒退 其實很多的 一些叫做西方的國家 都好像很借機來抽水 這件事 很多個不同的國家都講了 又說會影響什麼地位 又說怎樣 對香港的態度又這樣那樣 又作出很多質疑 張建宗都說這些簡直是匪夷所思 他都覺得對於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是國際間 這些就是正棍抽水的所謂 是嗎 都是的 其實現在我這樣說 就是現在他打的都叫國際線 但是就 我覺得就沒有他們這樣打羅打鼓 又說找什麼佩洛西這些東西 但是正棍抽水當然是 香港正棍就和國際正棍一起抽的 達到自己政治目的 那張建宗這樣出來講一下都是一件好事的 但是 我覺得 應該是再報導多一些好一些的媒體 沒錯 或者看看其他所謂的 在這個叫做 瑞士日耐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記得那個時候 何韻詩都去過這些聯合國什麼什麼大放厥詞 希望現在藉著張建宗這樣講 我也很想聽一下其他有份來這個會議的人 有些什麼回答或者一些什麼講法 對於這個叫做港區國安法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令到 什麼人權啊 什麼自由啊 又沒有了還是怎麼樣啊 又有什麼白色恐怖啊這些 我也很想看這些國際的叫做政要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解釋一下 你們究竟是不是真的覺得這麼誇張呢 希望都張建宗這一次 藉著這一次炮轟他們 沒多說炮轟的就是抽擊他們 不要只有他們說我們捱打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說得好像很誇張 但是一句都回答不了 或者沒有一個很正式的官方的場合去回答他們 或者你一言我一語 難道每個人都來罵兩個人去回答呢 其實都挺煩的 趁著這個理事會這樣 張建宗用一個叫做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身份去講的 亦都說了 賦予國際社會要公平看待 千萬不能雙重標準 這樣講呢 立刻令我想起這個亞美利堅合眾國 他有沒有出席這個會議啊 這裏我就沒有留意到 不過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他們都所說 他們那幫黃 深黃友最喜歡說的 這些就是人權 民主國家的表現 看看他們怎麼說 他們真的很相同標準 我都覺得就是 你看到英國或者亞美利堅合眾國之前的問題 他們就是這樣 都是要這樣去清場 或者是要這樣去對付那些真是暴徒的人 對不對 好了 張建宗繼續講 這個港區國安法 是為了應對 上年 至到今年其實都有零星的社會動盪 甚至乎是這個暴力升級 對於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威脅的 是有必要令到香港回復安全和穩定 我聽到這四個字 安全和穩定 我自己都覺得是 是很必須的 其實上年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安全和穩定 你想想 那時候離譜到 差不多每逢星期六天 都說要搞什麽集會 那樣那樣那樣的 到最後大家都知道 什麽集會 到最後又是變了打鑊勁的 是不是 有些芒幼吃吃下飯 都有人走進來破壞 有人走進來搗亂的餐廳 你說多慘呢? 我都還記得 想去搭車 想去搭地鐵等等 又有人走去破壞 我還記得 有些網友都說 哇!在沙田那個美心那裏 吃吃下飯 就有些暴徒走進來 就在那裏破壞一間美心的酒樓 那次還刮了其中那個茶客 有個吃飯的茶客 太太刮了幾包 有沒有搞錯? 你竟然來美心吃飯? 搞錯啊 這樣啊 不如這樣吧 我就抽你幾包 蛤?你又說什麽? 還喝冬江水? 打到你幾包? 那你見到林卓廷就要 因為他 資料 這些要 又去這個旗下 其中一間拉麵店那裏幫襯的 哦!這樣 哇!這些就要打到吐出來為止了 是嗎? 應該要回到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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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穩定那個社會 真是必要的 你想想 無緣無故有一幫人 又要圍在商場裡唱歌 又說在商場裡走圈 搞到人家進不了來買東西 之如此類不同的 那麽可惡的行徑 你想想社會多麽動蕩不安 SOGO 大馬上不知道知道哪裏SOGO 就是銅鑼灣那裏 那裏 那麽旺的旺區 那時候直接要封了它 做不到生意 知道這幫行日的心亡 有些暴徒還是什麽 就立刻害怕到要刪掉 他們還說 哇!你看看 什麽事啊?遊行而已 怕什麽? 什麽散泡啊? 哇!這麽涼薄的說話都說得出來 就是怕你們之後會搞事嘛 所以就要刪掉它了 是不是? 那好吧 張建宗繼續說 港區國安法是保障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包括這個權利和這個自由 司法和法治的 司法獨立和這個法治的 他說其實已經 這個港區國安法立了法之後 已經為香港帶來的穩定方面 已經帶了一個顯著的效果 也都說 鼓吹港獨 以及勾結外部勢力的人 以及暴力行為 以及公然違反的行為 情況已經是大幅減少的 如果大家看回的話 其實也是 不過我可以這樣看法 但是在港區國安法立法之前 其實這幫人的力度已經大幅減弱了 跟著港區國安法 再加上一些什麼 接下來BNO的問題 那個叫做移民大計 他們都 是不是已經跌了心水 可能都打算過去英國搏一搏好過 也是的 是啊 在英國砌磚頭好過在香港訂磚頭 很辛苦 聽不聽得信 好像掘磚一樣 可能這樣 破壞容易建設很難的 老闆 是啊 很快會感受到的了 就算我是這樣看 就算在外國炒餐也很辛苦 其實我好像 我聽過師傅說 其實外國炒餐 為什麼辛苦 因為其實他一來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們吃餐的時間很集中 一來的時候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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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很辛苦 不知道下去有沒有外國炒過餐 香港看過人怎麼炒 不知道那個火力控制 是拿個膝蓋去頂那個 所以很多人炒餐都有網球爪 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 拋的很辛苦 很痛 就是你重複那個動作 每天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做不到那個 太重了 炒幾下你就手軟了 我試過很小的時候 有一次有個人跟我說 哇 有個緊急的job 就是 可能你把玩具 進入一個膠袋裡 那個玩具 可能上面有一個紙皮 你封回去的時候 你就要釘兩口 釘書機的釘 你可能想 你這樣很容易 進完那個玩具 然後套紙皮 釘一釘 這樣睡了 我看人工都不錯 第一天 不停做 不停做 但是很多的 限制四五天之內 要釘好 那你出來覺得 沒什麼 都這樣做 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 到第二天 你的手都花了 又會 不是花了 我的手一按 因為你要捏那個 叫做釘書機 才可以釘得到 哇 手心痛到 哇 酸痛 很痛的 因為你捏得太多 這天之內 你釘得太多 那你的手心 其實已經受了勞損 你第二天 一釘就已經是這樣的 不是好像釘書劍 那樣釘大腿 那樣釘幾下 就 釘大腿幾下 是不是 你釘成千份 那你真的兩千口釘 一天之內 手心都會 又痛 都是那句 你有收獲 一定要付出你的努力才行的 就不像他們想著這樣 放過Patreon 有錢收嗎 哪有這麼容易 最主要就是他們 說句老實話 假裝害怕 還有Patreon 就好像司鋒哥那樣 都好像陪你吃飯 每天都吃三餐 說真的 這樣也收到錢 又不是 是不是叫三亞 是不是叫三亞 那個很出名的 日本動作片明星 叫三尚 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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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三尚陪你吃飯 可能有人給錢 如果他也有人給錢 我覺得社會挺病態的 真心地說 那就沒辦法了 你覺得他可以幫到你 還是怎樣 怎樣幫 幫你什麼 爭取國際線 還是怎樣 神經病 有兩幫人 所以 就算大家對於張建章的批評 究竟是怎樣 覺得他做事還是做得足不足 或者這樣說 怎樣也好 至少他都真是 以他在這個香港的政務司司長的身份 向著這些 叫做什麼什麼 策聯合國人權 就算 理事會 在這樣的會議上面 公開跟他們說 你們要明白到 港區國安法 要澄清 港區國安法 這件事情 究竟是什麼 不要再在那裡指手畫腳 指指點點 在那裡假裝魚蝦蟹 又說什麼 沒有人權 又說怎樣 侵犯這樣 那樣 就是沒辦法 他有礙於他的身份 我一定說 有救生艇的 是不是 他接了這些 最激的去走 是不是 你這麼有膽 看看你的社會 到時候會不會動蕩不安 活光都這麼口響 叫做外國那些 我覺得是 只不過是秋水為名 就是幫倒忙 這幫人 我覺得似乎 是在香港正常 香港人的傷口上面 灑鹽 但是現在這樣的話 我也是說一句 如果你想去內閣 試一試 看看是不是你想像中 這麼好 不用英文 又可以 覺得很好 可能都是 如果你爸媽要大億 大塊錢給你的話 那你在哪裡都好 不用走 對 對 危險 有些人都走來問我 一些黃 比較黃的朋友 都走來問我 移民台灣是怎樣的 好像是一年前 就是剛剛黑暴很誇張的時候 就問我怎樣的 又要什麼講座 什麼投資移民 還是怎樣的 就說她媽媽如果買了一層樓 都夠搞投資移民 啊 那你很問水 那你打算過來做什麼 她說不想的了 她說留在香港 隨時被警察會打的 會這樣 可能會死的 可能會去到新屋嶺 會死去到新屋嶺 我這樣都想 不過我當然沒有這樣跟她說 如果我這樣說的話 我怕朋友都沒得做 我說你這樣這樣這樣 移民那些就是這樣 大概是多少錢 還是怎樣的 我講了給她聽 到時候你過來就是一件事 不過她後來想著想著 搞著搞著搞著搞 到現在都沒搞到 有很多考慮的 如果你要去拋下 你原居地一切 這樣去另外一個地方 重新開始的話 是啊 她講到這麼危險 我心想 如果隨便抓了人 打死人 那還得了的 是不是 那很多人會消失了 不見了 是不是 香港哪有可能這麼恐怖的 已經是 亂說的 這些就是 好了 我們這次也想讀一下留言 就著 要講一下 我們這次講了張建宗 要講一下林鄭 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就已經正式出爐了 我們都明白的 講這些話題 大馬上的時候都講過了 這些話題 好像幫友不太喜歡聽 不過不要緊 其實這些是 社會 一些的資訊 還有可以分析一下 我覺得這些 都是很貼身的 是不是 要講一下 好了 看看幫友有什麼留言 對於這個話題 哦 那加一些 跟大家說聲 早晨 支持林鄭月娥 還有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那就是了 難道你信流氓政府嗎 是不是 香港政府也不信 是流的 流的 流都是 大馬sir 因為大馬sir病了 不知道大馬sir 一覺醒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 流氓政府已經瓦解了 其實是 他沒有說錯 是灑流氓的流氓 流氓政府 臭了 冤崩難臭 看看 05Coffee Cake 他就說 大家早晨 做齊三寶 齊抗疫 拼經濟反應攬炒 回歸理性就最好 那也是的 希望 慢慢大家回歸理性 就不要再什麼 又黃藍 還是什麼 心裡面還說什麼 721 831 什麼51 五一勞動節就好了 不要什麼訴求 手指那些就免得了 是吧 Timeless就說 林鄭頂住 內外夾光 越做越好 令人佩服 那也是 這個時候真的挺難的 你每一件事都被人罵你錯的 那你還有什麼信心 還是怎麼樣呢 但是都繼續迎難而上 阿肥 Apple 各位早晨 就是喜歡望向編輯部 人多 意見多 但是又不會一言堂 加油 看看我們 就算我們六個 其實有時候都不是一致的 那個想法都 嗯 封尼斯良 林鄭 戰靶一樣 四面受敵 男人都頂不住 林鄭真的做得很好 支持她 正確 是吧 可能因為她不懂得打功夫 所以 有些人不喜歡她 是的 好 林鄭也要學一下詠春才行 是吧 邦鴨就說 林鄭很努力 救疫情 救民生 救經濟 好過一班X柴 什麼都不做 一直在點火水 只會令到這個黑暴問題相當嚴重 沒錯 大家要小心 是吧 真的是 Doris Child就說 支持林鄭 絕對認同社長的分析 林太有膽色有學色 一介藥則裡流 上年這麼黑暗的時候 面對四面楚歌都勇敢面對 厲害 如果你問我 最難過的那一關 是當你看到有人 在這些事件裡面 死了 例如那個清潔工 那個清潔伯伯 甚至乎好像周同學 甚至乎他們所說的那些良烈事 當然 你說不關政府事情是怎樣的 不過就是因爲這些問題 而導致有人命的傷亡 是很難去處理的 你會馬上想 死了 會不會和自己的決定有關 所以有人過世呢 這個是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些回不了頭 打爆了那些交通燈 經常都可以剩好 但這些不行 案底回不了頭 案底 在楊岳橋眼中 不是人生更精彩 你 是啊 他給了一段精彩的人生給你 是嗎 是啊 這麼精彩 你為什麼不去嘗試一下呢 是吧 Barry Krong說 鍾言亦以美麗的只會是謊言 聽謙拉就說 意見不同呢 就有什麼問題 製造仇恨 分裂社會才是大問題 現在自稱黃藍的 都在做分裂 正X guy 是他講的 其實最好我都是那一句 你這樣把社會分裂到這樣 互相在那裡鬥鬧 還是怎樣呢 可能你說 哇 看我多少人支持 喂 你很多嗎 我還多啊 鬥這樣 我覺得就不那麼健康 整個社會發展就 好了 今天就讀多兩個留言 這次 好 Soul San Lee 他就說了 說真的 林鄭整體都做得不錯 但是缺乏少許策略 我相信第三輪的紓困 不會是一拍的頭就想得出來的 既然有這樣的措施 為什麼不紓困 連全民檢測一起做呢 我看下去就是那個時間問題 雖然肯定會被那幫人 炒作說是推全民檢測而派錢 但是全民檢測都是為民生的 為了做到香港更快進入正軌 就單單做第三輪紓困 就未必可以的 一進冬季會不會又下一波 第四、第五輪呢 那會不會是派錢啊 那又要派到什麼時候呢 這個沒有人知道的 一定要是看看到時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 所以措施是一輪一輪的慢慢來的 不會說一聲就出了 你猜好像那幫人有什麼放煙花來 是嗎 嗯 Apple Chong就說了 林鄭其實跟普通女人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都需要人支持才行 可惜了 香港只會罵人 其實林鄭相當有膽識有交代 越來越支持她 都做得算是這樣的啦 希望她肯面對困難就好了 那好了 今集讀留言了 到這個時候就好了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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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